嗨大家好我是首夫 今天这期视频大家可以看到一台水晶珍珠白的新款极客001 这是我们接到第一台新款的极客001 然后这个车主是我一个粉丝 后来发现他也骑自行车 平时组装的店里面的自行车全部在我们这边装贴的车衣 瞬间我们把距离就拉近了 就感觉好像是熟人一样的感觉 这车主提之前联系了我们 然后说自己马上要提一台001了 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颜色的 因为极客001我们黑色白色灰色都贴过 我最喜欢的是白色 以前是右版好像是 然后贴哑光的车衣 然后他说自己是白色的 我直接就把之前贴的那台哑光车衣的效果完工图发给他 他就二话不说 我就贴哑光的 对所以说今天就来了 刚才来的时候稍微我们聊了一下 然后他问我们新款的贴过没有 我说还没有你这个第一台 顺便我看了一下 这新款老款有些区别 听说现在是这个配置增加了 价格还比老款低了 就老款的这些车主心里应该是在堂血 在堂血 这个韭菜割的 对这个车主在买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是有跟蔚来的ET5T在做对比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选那ET5T 我觉得ET5T整体的六倍的感觉我觉得是更帅 但是车主说ET5T他试了后排之后他觉得这个空间有点小 不符合他的一个使用场景 而且这个车它是可以后排放倒的 对对吧 后排第二排是可以放倒的 然后他不是平时骑自行车 对吧 自行车就可以直接扔进去了 刚才聊的时候 我伙计说你干嘛不选拖车钩 因为这个车就好像加7000块钱就可以选拖车钩 作为一个骑行爱好者 其实应该选拖车钩 后面他说想装上面另外装 但是实际算下来的一个花费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个是原车而且是电动的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对我们是这么想的 但车主现在没选在后装也不是很好了 大家如果是骑行爱好者的话 建议你选这个车的话选拖车钩 对选拖车钩 对放里面毕竟会把车子弄脏 对吧 然后窗模呢 我建议他选择黑色的 因为像我们微固的窗模 基本上侧面呢 看起来都是有一点点反光 然后带一点绿色的 因为这个黑白的熊猫配色 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建议他黑色的窗模提上去 这个效果全车就是黑白两个颜色 非常的简洁 看起来又非常的酷 再加上车衣变成哑光了 对吧 那效果非常的好 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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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